虽然还是很纳闷 因为这个案子 现在虽然登上媒体版面 就三亿的投资纠纷 到底是骗还是投资纠纷 现在就是还要看 这个检方怎么办嘛 但是类似这样的手法 因为现在大家 就是要有健康概念 很多人就是捧着钱 想要投资有未来性的产品 但是要小心 中间确实是有一些陷阱的 这个吴振荣啊 他为什么会看了两个赖 然后看一些资料他就投资 因为他本身一个吴氏中青 这个人官也做得算蛮大的 至少做到中将司令 也姓吴 他本身就在经营 这一方面的业务跟事务 那这位吴将军呢 他找了空降特战 空军海军陆战队 没有相关的阶级的话 你根本进不去这个圈子里面 那他曾经呢 也做过部长办公室主任 那你说官大不大 大吧 然后呢 他退了以后 就跟日本人合作 那日本人那个时候 派了几组人到了台湾 就跟他讲 阿里山可以 那种菇或者牛樟枝都可以 他说台北附近的山也可以 花莲的也可以 他说唯独南部不行 因为南部是干旱 干旱区就是北回归线以南 他们是不考虑 要湿度够 在会长去 它的湿度 它的天气 它的气候都不太适合 他说最适合的是北回归线以北 那这位将军呢 一听了以后 就开始去招募人才 招募人才 他们跟日本合作 像牛樟枝他就萃取 然后呢 他凭借着他当年的人际交往的网络 他一方面把部长推出来说 推动素食 那一阵子不是说 什么素食什么素食什么素食 然后那个部长呢 就是现身说法 那他就是搭了这条线 一方面推广素食 一方面萃取 一方面做保健食品 还有更重要的 各位知道 台湾有很多的素角 那种素角 其实不是台湾的素角 都是哪个地方的素角 日本 日本就是大批的弄到台湾人 然后他们自己在台湾办一个 所谓的中央厨房 然后就把那个素角 就是卖到各个的那个饭店啊 或者是小吃店或者是怎么样 惠敏那你知不知道 一年的营业额多少 三千多万美金 三千多万美金 不是台币哦 三千多万美金 所以他就做得不错 他现在推广将军二十年 这个时候吴振荣为什么他会相信 就是因为他的无事中心在弄这个 本来他也要去投资谁 投资这位将军的 那这个将军告诉他说 我们都是自己人 所谓自己人都要 第一个你要军系 要有要有一定的阶级 那更重要还要日本的同意 所以呢 就把他给拒绝 那把他给拒绝 你知道那有钱人的想法说 我有钱那你拒绝我 我就自己搞 所以啊 有那个有钱人是看到了 哪一个行业 他有利可图的话 他才会投资 如果这个行业无利可图的话 你就给他一百个赖 你甚至于计划 计划书给他看 他看都不看 他一毛他都不会出